这就是我的早餐 这就是我的午餐 天饱了肚子好去做核酸 身为小黄马能吃点啥 就吃点这种小黄马才能吃的食物 那变成小绿马才有吃绿色蔬菜的资格 小黄马准备现在出门做第三次核酸了 今天穿了我过冬的顶配 狗熊帽子 最后的一件羽绒服 咱没有别的了 现在就差个棉裤了 如果要大棉裤子穿上的话 这一冬天就脱不下来了 今天看看幸不幸运 能不能顺利的坐上核酸 别再像上回动那样 这只小黄马今天挺幸运 前面排了不到20个人 动一会可能就能坐上了 走一看黄马比那个绿马人还能排的 那黄马聚集那真里边有一个有病的呢 我现在去把那个多多买的菜去了 要不然好几天都没有菜了 吃那个小黄马吃的食物 多惨啊 还有几个比我惨 要不说在东北啊 真是家里的备点菜啊 太冰了 我们随时有变小黄马的可能 也没菜 天天吃方便食品也盯不住 现在大妈们在一起聊的都是 你喝酸了吗 你变黄了吗 都没有其他的话题 哎呀 真是这两天整得我闹瓜了 红了绿了的 一会儿广一会儿绿 到了我球菜的地儿了 咋拦上了吗 有人吗 球菜 你买了十多样呢 我先关上你找找 好的谢谢 这就是我的一粒东西 先查一下看对不对 看我球的这豆粿看 这小黄马一样能吃热蔬菜了 这多不容易啊 幸好有电伤呢 要不然我真是吃不着菜了 先把这些送回家 反正看看去趟银行求点现金 现在我的朋友在银行工作的 在医院工作的 好多都变黄马了 他们有些银行就不能正常运转了 所以家里还是存点现金比较安全 这东方小巴黎子 啥时候试个头啊 现在除了 苍马 水果店 民生和卖菜的 剩下其他的基本都关门了 那些什么喜悦啊 什么电影院 那些就不用说了 那些是必须把把关门的 43号公告长得挺狠的 我这有菜了我就放心了 反正再整点钱 有菜和现金保平安 真是黄马一天真折腾不起 每天都是在做核酸和做核酸的路上 拜拜朋友们 沉沉苦逼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记着点赞关注评论转发啊 还有自见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啊 蔬菜 没有过见到蔬菜这么开心的时候 黄瓜 豆角 熊柿蘑菇 尖椒 豆芽 还有除豆子 还有香菜 还有胡萝卜 这个我吃一段时间了 饿不死了 看着冰箱的菜盒变成了这样 我就满满的安全了 还有比这事更开心的忙 我看见到蜃花坠变成了来 雪 芽